歡迎大家收看大城小聚 我是蘇佑美 我想大家都很認同 今時今日很多女性 不僅能進廚房 出廳堂 而且對於個人的事業工作 都有出色的表現 有時還會在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的表現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 李小惠醫師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我知道Ruth 其實你原本未是醫師 之前入行應該是做廣播界的 是嗎?Ruth 我之前是讀新聞傳播系 大學畢業姜時 同房大家有很多同學一起去找工作 同房就說我聽到聲音機 請DJ 我覺得你聲音挺好聽 不如一起去吧 這些故事很老套 我只是陪他去 但就請了我去 沒有請他 是真的嗎? 我知道你在商台做過 新城做過 其實也訪問過很多藝人 對嗎? 也有很多 我們會看到譚詠麟 阿倫 李克勤 那時候大家都很年輕 李克勤是剛剛出道的 對 整個學生哥 我見過他 阿倫哥也是 很年輕 年輕版的譚校長 那時候你在電台做了多久? 其實畢業之後 就做了兩年 全職的商台 後來新城開台 挖角 又挖了很多人過去 他們幫他開台 但那時候我已經是做兼職 所以前後加起來應該大約有三年 但是主持的節目是甚麼類型? 我也做很多 因為我都是讀廣播出身 所以除了做音樂節目 我是《SoChart》的 《SoChart》的 《SoChart》 《SoChart》的 很厲害 還會做一些訪問幾次式的節目 例如《人海素廟》 訪問不同階層的人 我們叫做《Magazine Program》 青年雜誌式節目 有時候是純音樂的 自己個人的 深宵的音樂節目也有 類型很廣泛的 那你會不會是自己也做了這個編輯 自己去拿資料? 會的 那時候他們還欺負我 凌晨3時的期間 讓我去剪片 通常是欺負新人 所以會的 自己會做製作者 自己會寫劇 我記得我寫劇 寫那個劇 對 寫那個劇 是我和梁朝偉做男女主角 那時候偉仔也剛出道 對 《在蒙龍夜雨淚》 我一直都在想 是否我做廣告都可以做得好呢? 所以就想嘗試一下 一做就由一個小編輯開始 即是文案寫東西創作 一直做做做做了二十幾年 真的很厲害 另外我知道 裏面當中有很多經典的作品 我想來自香港的朋友 是很熟悉的 有李榮雄、蒙家衛和雪兒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郭富城這個廣告 大家一定看過的 很印象深刻的 那時候是你負責的 是嗎? 是的 那時候是幫一個電訊公司做的廣告 那時候 它的品牌是想推廣一種很自由的理念 所以那時候我們創作了一個系列式的廣告 整個故事其實觀眾可以有份參與 是的 我覺得很沾身 因為以往的廣告就是 就是三十秒完了就沒有了 請你買酒買什麼 但是呢 那時候 郭富城你們這個廣告就是 咦? 是有故事的 有主角 有了之後是怎樣的 很沾身的一個廣告 是 那時候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故事的結尾 是有兩個選擇的 是 譬如第一個episode 開始的時候 就是 郭富城剛剛跟孟家衛吵架 她是她女朋友 是的 她說 你再這樣我就走了 但是她收到一個call 就是她是一個記者 是的 要訪問特首 當然要衝去 衝去的時候 有收到那個message 那時候很流行的sms 不像現在有whatsapp 又有wechat 那時候是sms 收到 原來 吳家衛已經去了機場 我說你不來我就 永遠跟你拜拜 那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應該去繼續訪問 究竟是機場 是的 在機場找 很棒啊 那就是 觀眾可以投票的 現在很容易 互動式的廣告很多 但是當時只可以用電話 所以就是很多觀眾 打電話去投票 究竟應該繼續留下來 做事 因為應該去追女朋友 那時候是很多人 打電話去投票 打到去電話的機流 都打爆了 當然了 因為一說起這個廣告 我想所有香港人 都真的會很熟悉 還有打電話的人都很多 就是說很暫身的 從來以前沒有試過 就是這個廣告是這樣的玩法 而且有郭富城 有一個 當時蒙家衛是第一套的廣告 是嗎 是你們發覺出來的 是 說也是 你們怎樣去Casting 其實是我的創意 所以我當時是創意總監 整件事就是由我負責的 包括選擇女主角 包括選擇女主角 我給了很多女生 我覺得都不是很搭Aaron 而且我覺得不夠有新鮮感 所以我就很想找兩個女生 是很不同性格的 因為他們兩個要爭個男主角 所以一個是比較事業型 比較成熟 就是蒙家衛 一個是比較清新 好像剛剛大學畢業回來 其實蒙家衛是幕後的 那時候 她是做Casting 她反而是負責找人來拍廣告的那個 但是你跟她說 你這麼漂亮 這個就行了 這個就行了 好像有些事業型 不是只有樣子 好像真的做事的那些女生 不是只是Model 對 雪兒就是一個鬼妹仔 她廣東話都不懂 她有那種 好像剛剛讀完 清新 我覺得她很清新 所以兩個人的性格很鮮明 才可以選擇 但是毛家衛她自己是一些 Agency refer 還是她怎樣入行 她自己就是一個 Casting agency 一個幕後的女生 我說你挺好的 你走過去一起拍了 那我要給客人看 我選了的人 那要給客人去最後Approval 那客人也是很信任我們 那她覺得你的選擇也是很好的 那她就入了行 其實做這個創作總監 我覺得真的很闊挑戰性 因為你是一定要給別人 前衛一點 人家未想到 你就要想到一些東西 引起別人的興趣 人家未發掘的 你就會發掘這個明星或者歌星 那我記得另外一個廣告 你和你聊天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這個黃老太 這個黃老太的形象 又是很絕運很抵死的 又是每一個香港人都會記得的 你又怎樣 製造這個image出來呢 通常那時候拍廣告 你都會見到是帥仔帥女的 是啊 一定漂亮 那她不單止不漂亮 還要是一個70歲的老太太 其實那個idea是說什麼呢 她是超級市場 那時候一個代言人 那為什麼會找她呢 那超級市場那時候是沒有賣濕貨的 主要都是賣乾貨 所以我們很想就是說 超級市場裡面 原來有些新鮮的貨品可以買的 那去街市哪個最厲害呢 主婦 當然是媽媽、婆婆 那些很多十年經驗的人 那他們通常在街市裡面 講解就最厲害 是嗎 買菜的時候 在那裡有條菜蟲的那個就新鮮 是嗎 對 對 那些那些就是 選雞 他們很有經驗 所以我們就想 我們不如今次突破一點 不要找帥仔、美女做代言人 找一個70歲的 很尷尖的老太太 那就適合了 那才能代表我們的菜市場的食品 那些新鮮的那些蔬菜 那些才是真的有Quality 是有最好的品質 所以現在就找了一個70歲的老太太 那都難的 你知道嗎 當然難 70歲的老太太怎麼跟你去演的一個 就是很搞笑 有趣味性呢 又是另一個技巧來的 是啊 我記得有一次我要她在那裡轉彎 她經歷千辛萬苦 走了很多轉 找到最漂亮的這個鍋 給大家一個優惠換購 那她一路在那裡轉 一路在那裡轉 轉一路下跌在地下 哎呀 真的很害怕 是真實的 真的很害怕 真的沒有預計她 因為她年紀都是大的 所以在製作的過程裏 我自己都要想 有時候除了為了idea之外 都要考慮對很多方面的 要接顧 是 其實呢 身為一個創作總監 真的有很多的idea要去做 我看到Ruth 是一個這麼活潑 這麼精彩的女士 去做廣告 這麼投入 但是為什麼之後 現在成為了這個李醫師的呢 那我們一死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跟Ruth聊天 歡迎大家收看第二部份的大城小聚 我繼續跟來自香港的李少慧醫師 聊天 不過呢 在未講醫師之前 就繼續說一下你這個廣告界 一個精彩的人生 我知道呢 剛才說到 Ruth跟我們分享到 你做了很多很經典的廣告出來的 很多香港人都很熟悉的 真的 但是 當中呢 我知道你去了紐約發展 是不是 為什麼會去了紐約呢 其實也是機緣來的 有些朋友 他聽到我的名字 他見過我的作品 他又知道 有間美國的公司想找一個香港的人去領導一隊隊 所以他就找我去聊一下 覺得大家都對 其實那時候我先生想去美國讀一個Master Program 去NYU 那就是紐約才有的 又剛才又是紐約的公司 很正 那是很興奮的 但你不覺得 你捨得放棄你這麼精彩在香港的生活 或者創作的事情嗎 但是曼哈頓 那就是另一件事 是嗎 因為也是一個很興奮的機會 一個很好的機會 而且也是一個大挑戰 是的 剛才先生又是有這樣的計劃 剛才又真的在紐約 所有事情都好像合得很正 覺得也是跟著這個感覺走 你在紐約多久 其實不長的 兩年左右 那時候其實去到 就主要是負責一個亞裔市場的市場推廣 和廣告計劃 所以裡面的同事都挺有趣的 有日本人 韓國人 印度人 越南人 中國台灣 有香港 整隊隊有很多很混合的文化 跟我以前在香港做也是很不一樣 是一個很好的新的挑戰和experience 我覺得也是很有趣的 但是那時候因為我要上班 我先生又要讀書 所以我就帶了我七十幾歲的媽媽 和四歲的兒子 全家都能夠去到尿尿 所以因為我媽媽要幫我帶著的小朋友 就是看著的 是的 但是兩年之後我媽媽是病得很緊要 都令我反思的 其實老人家這麼老才去到一個新的環境 其實真的很不適應 因為她又不懂那個語言 又不懂得可以自己出發 她自己在家裡 可以在家裡 對 長的時間之後 她的身體不好 我先生也已經讀完她的Master Program 所以我們決定回香港 是的 但是你那時候也有掙扎過 究竟留不留在紐約呢 因為正如你說的 曼哈頓 紐約 是最上級的 那時候有沒有掙扎過 對於你自己 也有的 因為有朋友說 大家一起加分開Agency 自己做老闆 有另一個人生的階段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是始終家裡比較重要 是嗎 我媽媽 所以到最後都是決定 都是要 家人比較重要 是的 那回來問一下你 李醫師這個問題 就是你這麼精彩 大家都聽到真的很精彩的人生 做過很多很高峰 或者你讀的那一科 你又發揮得很好 但是你為什麼 突然之間去做了李醫師呢 就是去讀中醫 而正式 現在你是一個跨牌的中醫師 有時候還要去到內地那裡去執業 那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轉變呢 Ruth 我真的很想知道 其實有三個原因 這個問題經常有人問我 所以我都 答慣了 第一個原因其實就是我怕死 因為其實廣告是一個很高危的行業 我們職務定時 很多做廣告的人 因為工作壓力 又吃煙喝酒 又工作時間也很長 所以我有很多同事 甚至乎是我很好的朋友 是撤死和病死的 還是在壯年的時候 是三十幾歲至五十歲 突然之間 發聲就沒有了 是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學一些養生保健 還有可以自己知道 怎樣可以照顧好自己身體的一些知識 可以幫助自己和身邊的人 希望自己可以長命一些 還有你剛才說做廣告界壓力很大 但亦是否被自己喘息一下 即算了 算了 OK了 還有點理想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想尋寶的人 而中醫是有很多寶藏可以給我們發掘的 譬如說有很多中藥 中醫的一些技術 其實都未被大家盡情地開發利用 我記得上一屆諾貝爾醫學獎的得主徒又又 他發明的新劑型的清酷素 用來治療藥質 這個想法 其實它是來自一本 在東晉時 即是千多年前的一本古書 叫《咒後避吉方》 咒即是手爭 那時的一個才子叫葛紅 他就經常放了一本書 在他自己的袋子 手肘後面 隨時給大家應急 裡面就是講到 清酷素如何治療藥質 只不過後來的人 就沒有辦法利用他 怎樣可以做一個新的劑型 將他可以帶到外國 都一樣可以用到 而圖又又是可以 將這個想法 變成一個落實 在現代的社會 都可以利用到的一個劑型 他就拿了諾貝爾 那搞不好我可能 也有這個機會 這個就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 其實我是一個很貪心的人 我希望可以一輩子 好像等於兩輩子 一輩子 活兩輩子 就好像前半生和後半生 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真的很精彩 Rulf 其實每一個人 人生裏面有很不同的 stage 人生的階段 如果我們每一個階段 可以嘗試一種東西 是挺好的 但是又這樣說 Rulf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你在如日方中的事業裏面 突然間放棄了以前你做過的 你的經驗各方面的事情 重新去找一個 你門外看 你終於完全是 由頭開始過 不是容易的事情 困不困難呢Rulf 困不困難 第一步 之後走到這條路呢 其實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很多時候是計數 計數 我已經得到這麼多東西 我不想失去那些東西 所以就沒有再看前面 經常看著後面 我已經有這些東西 但是我看前面 你想想 如果你越來越年紀大 最需要的是什麼 健康 和存在感 當你年紀大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自己沒有用 但中醫反而是一種 你越老越值錢 越有價值的行業 那我在前面 都要大有自衛 但是你也要讀得到 是很難讀的 你的醫藥 那些名稱 你由頭讀過了 是 要讀很多中醫 中藥 穴位 幾百個 幾百個 有很多 有很多古籍 讀了多久 我在北京中醫藥大學讀的 讀了五年在學校 然後要在醫院實習一年 然後再要考牌 才可以出來做一個執業醫師 但是其實當時我讀的時候 都很害怕 因為我一群同學 都是二十歲出頭 我有個花名叫做媽媽 他們每人都叫我媽媽 因為我是唯一的年紀最大的 而且我也有個二十歲的兒子 你真的完全不像 所以當時他們大家都叫我媽媽 但是我發現其實我有優勢 我最初是擔心多餘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他們忙過我 他們又要拍拖 又要追星 要看看穿什麼衣服漂亮 雖然他們背十次就記得 我要背一百次才記得 但我多時間 我有兒子有老公 我又不用扮漂亮 所以我可以全心投入去讀好我的書 還有我有一個人生的月曆 那你跟二十歲說什麼更年期 生兒子 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是怎樣的呢 什麼潮熱導航 你看文字 跟你自己真是親身的經歷 親身的月曆 然後去治療去理解 一個病人的情況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有優勢 是的 烏鳳我覺得身為女性 聽到你頭上說話 真的很振奮 真的不是因為每個階段 有時候有些女性 每個階段覺得很氣餒 沒事的了 沒有什麼發展了 但是我們看到你的醫師 你見到雖然結婚有子女 但是原來更加精彩的人生在你前面 那你讀了中醫 做了醫師 但是我又知道 你特別去讀兒科 在小朋友那方面 那為什麼呢 你剛才說說 你說越老 可能我以為你讀老人科 但是你選了寶寶 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叫我應該做這個 啊 即是怎樣可以抗壞老 是是是 應該市場會更加大 你有這麼好的相片 但是我喜歡小朋友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讀中醫其實沒有分科 所有都要讀的 你有內科、骨科、皮膚科 大內科 什麼都要讀 但是我覺得小朋友呢 其實有很多 爸爸媽媽家長 是因為心急 很多時候呢 就推他去用一些很快速的治療方法 用很多抗生素啊 用很多激素啊 我覺得很多副作用 所以呢 其實呢 簡小二科都是 對於他將來的影響也很大 那我們呢 休息一會 轉頭回來 繼續跟李醫師聊一下 究竟在小朋友當中 用中醫的方法 是有什麼其他的事呢 我們轉頭回來見 歡迎大家收看第三部份的大乘小罪 我繼續呢 跟來自香港的李小慧醫師聊聊天的 我這次呢 現在叫你李醫師了 那就想說一下 剛才你說開呢 就是說 你讀中醫的時候呢 就沒有任何科怎麼分的 但是呢 你特別呢 就著重呢 在小朋友啊 疑科方面的 那你解釋了啦 因為其實小蚊仔呢 很多時候呢 都有 就是媽媽照顧的時候呢 可能用錯了很多方法 是不是呀 你說一開始呢 是做得最好的 那在小朋友呢 疑科方面 是怎樣著手呢 其實呢 有很多小朋友的常見病 譬如說濕疹啦 過敏性鼻炎啊 哮喘啊 或者是反覆的 上呼吸道的感染啊 又或者是輻射啊 那很多時候呢 媽媽她不知道怎樣去應付 很多時候就會去一些 比較上是快捷的方法 是吧 塗藥膏啊 抗心素啊 或者是激素啊 那這樣 可能帶來呢 有一些的副作用的 那但是 如果在中醫的角度來講呢 我們經常說一句說話 小兒呢 瘋氣精靈 隨撥隨應 其實在她出生了之後呢 尤其是頭六個月 她還帶著媽媽的一些抗體 所以她自己有一定的一個免疫功能 是很好的 那隨著她這個抗體的減弱呢 她可能免疫功能低下呢 媽媽就會很緊張了 但是其實呢 她的狀氣還是很有陽氣 很盛的 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上是好的方法 用一些比如推拿按摩啊 或者是一些特冠啊 這樣 是愛治法 不需要吃下去身體裡面 影響她的 就是我們說的 內臟五臟六腑的方法 其實都已經很有效的 因為她體表已經有一層的 一個狀氣是很精靈的 那所以呢 你用一些正確的穴位 做到一些好的手法 她可能幫她推拿半個小時 她已經不再打痴 不再感冒了 真的有這麼神奇的效果 那你甚至乎呢 有些常見的 譬如濕疹那些 你說茶藥膏 她可能 茶藥膏後馬上好 一段時間好花 但之後又是 因為她是來自她的根沒有除 她的根就是她的免疫功能不夠好 嗯 所以我們中醫所說呢 就是說這個 正氣存內 邪不可幹 如果你的正氣好舊 那你的邪氣就沒有辦法入侵了 那所以你的免疫力 正氣所說 西醫就是免疫功能 要調理自己的免疫力 那所以我覺得呢 小朋友做很多這些外治法的效果是很好 因為在我實習的時候 我看到 咦? 這件事原來大家不知道 以為一定要去吃藥 是 是不是? 那其實原來有些好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利用的 所以我就特地去上海的岳陽醫院那裡 他們做小兒推拿是特別出名的 所以我就再去進修 那學這件事之後呢 我發現原來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很想推廣 我的事是 對我來說 小兒推拿真的很暫身 還要拔貫 我就聽過推拿大人來講 就OK了 小朋友 就是滑滑滑滑 是否另外有一些方法 或者是 我知道呢 就是出了這本書 《苦媽的溫柔》 這本是教小兒推拿的 當中原來有一首歌仔 你又播過給我聽 原來一道推拿 又一道唱一首歌仔 原來是你作作 還是你唱的 阿里依斯 真的很驚喜 你為何會想到這一套 推拿又加上歌仔 因為小朋友 如果你告訴他們 來吧 媽媽治療一下你 媽媽跟你做一個治療 你一定是很喜歡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這本書 將我在醫院裡學到的 很有效的方法 變成推拿的組合 媽媽用起來很簡單 而且一直做的時候 我將它變成一些視頻 在視頻裡配上一些歌仔 你不懂的話 你可以看一看視頻 你不懂的話 你掃碼就可以了 你掃碼可以看視頻 原來就是這樣推 一邊推的時候 就可以唱的歌 那一首歌仔就播一首歌仔 是的 小朋友聽到 又可以學一下唱歌 可以啟發他們大腦的發育 聽覺和思維都有幫助 所以除了可以提升他們 身體的免疫力之外 還可以啟發他們大腦的發育 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推廣 是的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唱歌仔的時候 這些小蚊仔會定制 會讓你按摩 我想簡直是很舒服 我看到另外 你就是有些拔罐 大人都知道拔罐 現在很出名 自從奧林匹之後 但小朋友又為什麼需要拔罐 其實拔罐 如果你一說 有很多人一想起的形象 就是一個玻璃罐 點火 是嗎 是嗎 小朋友 是嗎 點火 那你就會覺得很不安全 但我一直在想 如何可以把這個這麼好的治療方法 其實它跟針灸和推拿都一樣 沿著經絡上來說 是刺激一些穴位 提振它的驚氣 激發自己的自身的免疫力 提升免疫力 那我在想 其實它需要一個負壓 那我就找了一些比較安全的質地 這些就是植膠 是 就是小朋友 喝咀的 對 所以是FDA approve的 是一個很安全的質地 做了這些比較安全的罐 你又不用火 又不用抽氣 你只用一隻手 不用火的 甚麼都不用 你只用一隻手 然後這樣 看看我可不可以拔一下 對 你先把手掌 你把手掌比較容易 是 這樣吸住了 你倒轉都可以的 是嗎 對 那你就已經有了一個吸力 是 那如果小朋友 你沿著他的經絡 譬如你感冒的時候 你選一些穴位 大椎 廢書 封門 那你就在穴位上面 吸住了一個 可能五至十分鐘 那就可以將他體內的風寒濕邪拔出來 那小朋友可能就是睡醒一覺就好了 那我知道風寒濕邪 大家可能不是讀中醫的人 你說甚麼 風寒濕邪是甚麼 很難明白 其實就是 可以說就是 造成了一個微創 因為你看到他有一點好像 是不是有些瘀血 就是如果 是的 其實就是等於皮下的 有些微絲血管的破裂 然後你身體會很聰明的 收到一些 是不是我受傷了 然後你整個免疫系統就激發了 就會自我修復了 那因為這是一個微創 你基本上都不覺得痛的 但是你身體的大腦就會覺得 他受了一個損害 我們要激發起一個免疫功能 要幫他做一個修復 那所以小朋友就 突然間那個 抵抗力就會提高了 就會幫到手治療很多病 其實這個東西 大人都用到的 雖然我是特意設計來給小朋友 譬如大人有偏頭痛 你吸了在太陽穴那裡 其實都很好 你這樣吸著 你拔了一半 你做不到的 你有時候頭痛 一邊打掉腦的時候 你吸一下 很方便 而且我會覺得 跟我們以往的 傳統 剛才所說的 要燒火 或者那些 形象很不同 這種 隨時都可以 是嗎 但作用是一樣的 是 作用是一樣的 當然小朋友做的 我們用這種 例如小一點的 有些穴位 大一點的這些穴位 是 它們的吸力 都是一定的 不會像用火罐那樣 那麼大 而且因為它們透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的顏色 如果是太紫黑的時候 你馬上可以拿走它 那便不會傷害到 小朋友的皮膚 但是小朋友 會不會因為做這些 其實每日做 還是說不要做得那麼多 因為我知道 媽媽也不是醫生 雖然這些東西是很容易操作 但是都需要有一個指導 所以我自己是在微信 我的公眾號 或者交流群 甚至乎是Facebook 又或者是做一些直播 我便免費教媽媽去 怎樣利用一些 她們可以在家裡 就可以操作到的一些 保健 還有有少少治療 常見病的一些天然療法 李醫師 我覺得你人生真的很精彩 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精彩 去到現在這個階段 你就是發展這個中醫 在這個小朋友那裡 那你有沒有想過 將來你最理想之後 你還想做些什麼 更進一步的事 我還想嗎 其實我現在都是很專注 想把我現在做的事 可以推廣給更加多人的用 因為我特別是想去山區窮困的地方 去教那些醫療資源很低的地方 或者沒有的地方 他根本就沒有醫沒有藥 如果這些方法 基本上是父母自己可以做到的 如果小朋友有些小病小痛的話 他們雖然沒有醫療的資源 但他們有雙手 他們可以用自己雙手 就可以幫助小朋友 因為我摩克斯就可以做的 是的 他可以幫助小朋友感冒 不用讓他發展到肺炎那個階段 他才知道 原來又不夠醫又不夠藥 又要山長水丸才可以找到醫院 所以我很希望有一天 可以組織到一個 致願的醫療團體 可以跟我一起去一些貧困的山區地方 可以幫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那我就覺得很開心 今天跟李醫師的Roof聊天 我自己都覺得很振奮 由你跟我們分享 你是做電台DJ 到廣告界紅人 到做了中醫師 現在發揚光大小朋友的醫療 之後你想做一個慈善的工作 這是一個很精彩的人生 我們希望有機會再跟李醫師聊天 看看將來去山區發展又如何 好嗎 一起起來 好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